大家好 欢迎收看 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5号 恼鲁宣布 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引发各方关注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的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 我们对有关国家顺应大事 做出正确抉择表示赞赏 事实一再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台外事部门副主管田中光 在记者会中将脑露通知台当局 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描述为突袭式的 并且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 吴钊燮在得知对方 所谓突袭式宣布后 非常愤怒 对此 国民党民意代表 王鸿威表示 台外事部门 俨然已经成为所谓 断交部门 民进党当局碰到相关问题 都会将罪名甩给大陆 国民党民意代表 赖世保也指出 此举再次打脸蔡英文和赖清德 所谓的上架台湾的论述 并且直言没有所谓建交 只有所谓断交 蔡英文任内断交十个邦交 我们除了发推特以外 你到底还会做什么 台媒报道称 脑露成为蔡英文任内 丢掉的第十个所谓友邦 且与赖清德2024胜选 仅时隔两天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 此事给了赖清德一个下马威 赖清德必须回应 台湾高达六成民意 对两岸和平臂战 恢复交流 不走台独对抗之路的愿望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四项改革主张 要求蓝绿回应之后 再决定支持谁 对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 面对当前台立法机构 蓝绿白都不过半的局面 未来三方究竟会怎样静和 有待观察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民众党召开记者会 提出台立法机构改革的四个主张 要求蓝绿两党回应后 再决定支持对象 包含建立听证调查制度 强化人士同意权审查 强化民代利益回避规范 以及经费使用公开透明 民主党强调 对于改革的态度 决定了同谁合作 对的事情 我们可以跟任何政党合作 改革的蓝图 具体的回答 我们所提出来的这四个承诺 你的答案是什么 接受还是不接受 对此蓝绿两党纷纷做出回应 国民党方面表示 改革是国民党一定会坚持的道路 如果可以同民众党组成在野联盟 也是发挥监督力量的方式 赵少康也回应称 在民众党的四项改革基础上 也该把改革推向各县市 大方向我们的支持 我们希望跟民众党组成在野联盟 来监督 国民党会以民意为依规 持续强化监督力的力道 改革 我们会走自己的道路 而针对民众党提出改革中 有一项特别点名 蔡英文曾经公开承诺 要推动听证调查权 却到现在都没有看见任何实际行动 批评这完全是张空头支票 民进党方面回应称 这完全是在制造假议题 以后民进党人士表示 民众党过去有和民进党合作 期待可以延续这样的惯例 对于未来三党如何合作 有台学者分析称 蓝绿两党如果想要拉拢民众党 可以靠协助民众党进入台湾行政部门 担任职位的方式 要跟民众党取得合作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也就是让这个民众党的人士 能够进到这个行政部门 来担任部会的首长 此外 医有学者分析称 由于民进党得票率只有四成 在台立法机构 尤其是两岸政策和核能议题等具体领域 在一党还有很大的合作制衡空间 面对下一届台湾立法机构 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获得了八位习次的民众党 自然成了关键少数 对此又台媒就分析称 虽然白色力量看似有了 可以同蓝绿叫板的筹码 但是毕竟自家推出的民代 大多数都还是政治素人 且蓝绿两党也绝非任人摆布 因此一旦出现政策反复 很容易被看破手脚 失去民众的信任 究竟是蓝白河还是绿白河 能否坚定地推动自己的改革政策 都要求民众党给出明确的答案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台立法机构展开激烈竞争 谁来掌舵引发外界关注 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 却对外声称不持立场 柯文哲想换取什么筹码 民众党是否有泡沫化风险 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 柯文哲抛合作条件 调足蓝绿胃口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15号民众党召开记者会 就未来台湾立法机构 政府负责人人选立场及议会改革 等议题进行了说明 表示未来合作 主要看蓝绿对议会改革的态度 不会倾向某一政党 有分析认为 民众党采取不选边站队的态度 就是想左右逢源换取筹码 柯文哲向蓝绿 开出了什么合作条件呢 而民众党是否有被泡沫化的风险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台北大学的郑文平教授 您好 大家好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 三辰您好 台北的郑教授好 全球电视观众大家好 即将进行的台立法机构 政府负责人选举竞争激烈 那么民众党方面 究竟会做何选择呢 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15日上午 民众党不分区民意代表当选人 举行记者会 抛出四项承诺 要求蓝绿 由致敬逐台湾立法部门 正副主管的人选表态 会上 民众党未对究竟与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合作作出说明 有台湾学者分析 面对2月1日 台湾立法部门正副主管的选举 柯文哲可能有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选择与国民党合作 支持韩国瑜选立法机构主管 民众党则推出适当人选 搭配参选副主管 如此能有效制衡 赖清德的胡作非为与危险倾向 中策是民众党巴西民代 在第一轮投票时投自己 在第二轮投票时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仍会当选主管 但民众党可能失去搭配副主管的机会 若采取下策 便是民众党与民进党合作 形成绿白配 我们看到在15号的记者会上 柯文哲方面并未就到底支持国民党 还是支持民进党做出明确的表态 那么有媒体分析认为说 柯文哲之所以不选边站队 就是想吊足了蓝绿双方的胃口 那么郑教授您对此怎么看呢 台湾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总数是113席 2024年选举的结果 是由泛兰的54席 民进党的51席 加上民众党的8席所组成 而立法机构负责人 是由民意代表互选 全体民代都是当然的候选人 每一届的民代第一会期报到首日 宣誓就职之后 就在当天选出新一届的正负两位负责人 在议会中 身兼主席的负责人 也会比较占有优势 当表决的时候 赞成反对同样票数 就会由会议的主席来决定 面对议会里三党不过半的结构 就不会再有政党推派 就可以当选的情况产生了 这使得立法机构负责人的选举 成为充满变数的大选延长赛 按法律规定 若立法机构负责人选举陷入僵局 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明代出席 而且过半同意 要是民众党谁都不支持 国民党就会因为席次最多 理所当然的拿下负责人 对于成为关键少数的民众党来讲 这确实是一个测试白银跟蓝绿两党 合作可能性的机会 民众党显然是期待未来能够左右逢源 柯文哲的盘算 很可能是只在某些议题跟国民党合作 但是他不了解 立法机构跟县市议会的生态是完全不同的 立法机构里主要还是政党的对决 民众党在记者会中 首先承诺会邀请领导人到立法机构进行报告 并且挑明了要求有意竞选的人选 必须要说明他对立法改革的态度 但是外界分析就指出来了 这场记者会更像是在针对绿营喊话 因为黄珊珊为了要培养人才 甚至于布局2026年的选举 似乎有意要在赖清德的新执政团队中 安排一部分的民众党干部来任职 才会如此公开的对外表示说 只要是对的议题 民众党愿意跟任何政党合作 而民进党要在执政期间能够掌握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就需要积极地跟民众党来进行协商合作 也必定要给予柯文哲相应的政治利益交换 绿营擅长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与年轻人所支持的民众党合作绝对是力大于弊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民众党打出了这一招 就是为了要绿白河所做的软着陆来准备 选前国民党就质疑 柯文哲未来会操作绿白河 柯选后也没有把话给说死 他强调会议题做决定 当然就更增加了外界的猜疑 刚才郑大叔说现在柯文哲就是想左右逢源 但是毕竟这只是一时之计 最终还是要有明确的选择 而说到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之前 我们知道国民党方面其实就想积极地与柯文哲合作 可惜没有谈拢 所以最终也没有实现政党轮替的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现在如果谈合作 您认为可能性大吗 台湾立法部门有113个席位 如果你想过半的话应该是57席 所以这个时候柯文哲的这个关键少数 这八个席位就很关键了 那么如果柯文哲能够跟国民党继续进行蓝白合作 我指的是在立法部门进行蓝白合作的话 对国民党当然是非常有利的 这样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监督民进党的一个作用 那么当然从柯文哲来讲呢 他其实也是在反复的考虑 因为导向哪边都是各有利弊 我们先说柯文哲跟国民党如果合作 对柯文哲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一个就是柯文哲本身来讲 他在选举之前一些理念是跟国民党相同的 比如下架民进党 比如反对台独等等 所以这种理念相合才促成了在选举之前 进行蓝白合的这个可能 虽然最终破局了 但是毕竟原来是有着相样的共同的政治基础的 那么这次如果能够合作 就能够让柯文哲在之前要监督民进党 制约民进党的这样一个表态 能够成为可行 这样的话不可能让民进党一晚端走 整晚全端走 这还是符合他的一个意愿 再有一个呢 如果跟国民党进行相同的合作的话呢 对于柯文哲来讲呢 也可以谋求民众党的未来的发展 但是呢 柯文哲呢 属于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在选举当中 怎么样能够对自己最有利 这是他的第一要务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那么导向蓝导向绿 都对他有得有失 这时候恐怕他就要仔细地去考虑了 的确 最终 柯文哲是不是会选择与国民党合作 还有待观察 但是郑教授在您看来 如果真的选择蓝白和的话 那么为什么有评论说 其实过程当中呢 还是存在一些障碍的 您认为到底是哪些方面 国民党在选举后 就开始寻找败选的原因 有一部分人士将矛头指向了当初 蓝白协商过程中 主张翻脸的黄珊珊 对于国民党而言 目前还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的心态 蓝白和破局的鱼记犹存啊 柯文哲的政治算盘呢 太过功利 自私 所以如果遵守了当初 蓝白和协议的结论 就不会导致今天 蓝白两阵营 只能够被动的监督赖清德 黄珊珊除了被认为 是民众党内反对蓝白和的 鹰派主战派之外 她在选举后期 还拿出了与各家民调的 赖一 侯二 柯三排序 有很大差异的假民调 来试图误导选民 而选举的结果 也证明了 民众党的民调数据 确实没有反映真实的民意 这让民众党的政治诚信 接近破产 蓝白两党 既然没有能够 共同达成下架民进党的目标 还让台湾的民众 必须要承受赖清德这样子 得票率没有过半 立法机构没有过半的 双少数领导人的这个治理 两党的支持者 也在选后相互指责是战犯 现在却又必须要一起来监督赖清德执政 早知如此 那何不当初好好合作呢 再看 未来的选举规划 国民党如果在立法机构中 让出太多的舞台给民众党 或许会冲击到2026 2028的得票率 不排除 让柯文哲蚕食精吞 日渐茁壮 这也是国民党现在可能的顾虑 另一方面 据了解 黄珊珊主张绿白河 现阶段可以换到她自己当上立法机构的副手 而且呢 外界认为 黄珊珊或许在计划 2026年要卷土重来 参选台北市市长 而民进党正好可以给民众党提供政治资源 或者可能放弃台北市市长的提名 礼让小英女孩黄珊珊 在2026参选 以重挫蒋万安的连任目标 另外黄珊珊的包凶黄曙光 是台照潜见的主要负责人 之前呢 就外船涉入了弊案疑云当中 所以外界就议测 民进党可能会用任命黄曙光为防务部门负责人 来交换立法机构的绿白河 虽然黄珊珊强力的否认 并且坚持她会以大局为重 但是她自己过去那一个小英女孩的标签 再加上她的家族跟绿营的这个连结 当然就会起人一斗 此外 民众党的巴西明代中五花八门的复杂政治背景 也可能会影响到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的意愿 譬如黄国昌曾经是范绿小党时代力量的前任明代 也是太阳花学运的代表人物 另一位陈昭芝 他曾经是独派的北社社长 也是一边一国行动联盟的核心成员 你要说这样子的绿色背景政客 对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合作不会产生任何的阻力 那就恐怕是太过天真乐观了 有评论认为说绿白合作对于民众党来说实在是下策 因为一旦如此的话 不但会让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当中掌握了主导权 而且未来民众党的发展也将面临着被泡沫化的风险 所以柯文哲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 在选举前的话大概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要下架民进党 柯文哲也是借这股下架民进党的势头 然后对民进党进行相应的炮轰 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攻击 最终能够让自己的支持者不断地聚集 所以如果你一旦跟绿营深度合作之后 那就真的坐实了你这个墨绿的这样一个颜色 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这个前后的语境完全相反 甚至不顾操守 不顾大意 那显然未来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会大大降低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因为柯文哲的志向不仅是现在在这个台湾立法部门 作为关键少数他也有问鼎2028的这样一个意愿 怎么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这样一个吸引关注 我觉得他在跟民进党合作中一定要小心 因为一旦合作了就变成小绿了吧 你要跟民进党合作那叫投靠嘛 因为你很小嘛 虽然你是关键少数 这个其实以前是有先例可循的 2016年当时时代力量跟这个民进党合作 那时候风头正进啊 时代力量这个也获得了不分区民意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名额等等 可以说风头正进 但是一旦跟民进党合作之后 哪怕你是绿的 民进党也不能让你做大 也慢慢的要把你边缘化和泡沫化 所以八年之后 今天我们看到在这次选举中 时代力量没有人当选 原因何在啊 很多时候就是你完全的一个泡沫化了 所以柯文哲如果跟这个绿营合作 其实是有着很大风险的 当然了 如果绿营跟他进行相的一些勾连 比如说让这个柯文哲担任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等等 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利益需求的 但是这些需求对柯文哲来讲 他要研判 当年不是没有过先例啊 当时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还选过这个国民党的唐飞 担任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的 但是对不起啊 一百多天之后走人了 把这个党路的石头就搬开了 所以这些东西 你现在合作 看似眼前有利益 但是未来 是不是最终被人弃之如碧履 这个柯文哲一定要反复思考的 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针对民众党记者会上表态 部分国民党明代表达赞同 赵绍康随后发文 提出污点主张表示支持 不过也有国民党明代担忧 被少数政党绑架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则表示 相关的意见和主张都予以尊重 目前没有特别的评论 那么从蓝绿双方的回应 郑教授您觉得他们都代表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否都想积极地与民众党合作吗 民进党的发言人就表示 他们会尊重民进党立法党团的讨论决定 而民进党的党团则是对外表示 立法机构的负责人是否试任 不应该先以各种的诉求为前提 绿营是希望由现任的游锡坤续任 但是也不排除与其他政党有合作攻坚 说穿了 这种合作形式就是利益交换跟分配的过程 先绕开民众党提出的改革项目进行谈判 谈拢了或许就不必落实改革 而对于不愿意让行政权受限 还有只希望占据资源的民进党来说呢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国民党内则是有比较多的杂音 目前党中央的朱立伦主席并没有发声 反而是赵绍康先以战斗篮领导人的身份 提出了五点主张来回应 基本上与民众党的诉求相似 只有增加一点 就是立法机构的改革 应该要适用于全台湾地区的县市议会 综合国民党明代的各种表态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国民党最高目标就是要争取立法机构的政府负责人 国民党的党团也基本支持民众党的改革建议 所以蓝白合作以再也过半的优势来监督民进党 但第二类的看法则是觉得民众党态度反复 选前愿意支持韩国瑜 选后又变成是蓝绿都可以合作 所以国民党团里面有一些人 对于频繁转变立场的民众党 还是相当担心的 他们认为如果是亲严合作 就可能反而被民众党用关键少数的角色来要挟绑架 因此需要审慎的考虑这件事 国民党如果继续卷在蓝白合作的悬涡中 恐怕是弊大于利 有人甚至于主张不需要迁就白银 直接推自己的人选 那么如果白银转而去支持绿营的话 那不就坐实了绿白本一家的说法 目前蓝绿两大党的态度都没有把话说死 合作上都留有空间 那么至于民众党是否真的能够 打破过去的政治分赃 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清廉 还有待观察 虽然两位谈到 柯文哲有可能与国民党合作 也有可能与民进党合作 但是最终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谁都不选民众党自己来退出人选 您觉得他们真的会这么做吗 应该说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如果民众党自己推举人选的话 因为他只有八个席位 所以最终恐怕还要在 一个是他起到一个搅局的作用 我反正有八席 但是你们两党都不过半 是吧 这个事就僵在这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推出自己的人来选 比如说让黄珊珊搭配黄国昌 来竞选台湾立法部门的正副的席位 虽然说民众党这次相对来讲有做大的趋势 但是以民众党未来的发展来看 它还是一个叫一人政党 什么意思 主要的光环 特别是台湾一些年轻人 正是因为柯文哲本人的这种特质 吸引了台湾年轻人 对吧 说话这个比较这个直接了当 比较直率 然后很多的议题上 可能更符合年轻人的诉求等等 但是你这个一人怎么弄 你也弄不过一个有大量的这样一个支持者 或者说大量的这样一个名义代表的 这个蓝绿两大政党 所以柯文哲在这个夹缝中 能够寻求生存 虽然过去这个从蓝绿袈裟当中 他这个算三足鼎立 现在在台湾立法部门他很重要 但是从未来趋势来看 这对他来讲是个重要的选择 为什么有很多人说 说这个台湾这个立法部门的负责人 争得这么激烈 或者是中间要反复的权衡 反复的考量 因为他的位置确实重要 尤其是赖清德当选之后 在两岸政策上会不会采取一些 激烈的一些动作 挑衅的动作 这对于台湾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立法部门他就要发挥这个制约的作用 发挥这个勒住他 不让他狂奔的这样一种作用 所以这次的这个立法部门的这个龙头的选举 负责人的选举应该说还是比较胶着的 但是我们想说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管谁担任台湾立法部门的负责人 不管哪个政党最终掌握主动的优势 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 它都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赖清德和肖美勤 两个人的这样一个双独组合 对台海地区的安全 对两岸关系对台湾的安全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未来两岸关系向何处去 是不是能符合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希望两岸更深的融合 希望两岸能够共同地奔向同一个统一的目标 这其实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确实如您所说 这一次虽然又是一场权力之争 但是这个权力还是最终应该服务于台湾的民生福祉 那么即将举行的台湾立法部门 政府负责人的选举 将使民众党面临着泡沫化与否的关键 如果选择正确 那么民众党就有机会继续壮大 如果选择错误也有可能面临如同前几届第三大党 一时呼风唤雨 却仍然无法避免泡沫化的命运 再次感谢两位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郑教授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张斌 谢谢桑辰 谢谢郑教授 观众朋友大家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下两岸 下期再会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